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脱粉打脸真人秀 我是超气人博主磊哥 昨天知名古墓派公知精神流亡海外的三姓家奴又做视频秀素质下线了 人家大言不惭的说 我告诉你很多粉蛆五毛搞跑到我的频道里撒野 所有粉蛆五毛的东西我都不看 但是他竟然很清楚我在视频里说了什么东西 而且还非常生气 那举止的行为有点要中奉前兆的意思 我从来就不看他们频道的内容 我都是偷偷订阅磊哥的 来看我视频干嘛 看我怎么抛你的跟子是不是 漂亮弟弟借话到头了 他在视频里反驳我的一句话 我说昂萨的祖先就是海盗出身 他急言了 马上跟我说 中华古代商朝还抛落呢 秦始皇坑儒暴行 他用这些东西啊 给他的精神祖先老昂萨洗地 你一个中国人给他们洗地 您这相当于是屎尿屁灰流大脑占领智商 绝对高低了 我就一句话马上让你闭嘴 商朝抛落 秦始皇坑儒 这事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 你牛逼你敢说有吗 而昂萨民族祖先干的事 现在他们依然在干 首先啊 我先给大家梳理一下昂萨的历史 这个昂萨其实是两个部落 昂格鲁是一个 萨克逊是另外一个 他们都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而已 从欧洲大陆啊 他们迁徙到了不列颠岛上 占据了一块地方 然后他们就在海岸的周围不断的游荡 海盗嘛 可不就盯着海岸呗 当不列颠岛上的昂萨祖先 还处于石器时代的时候 东方世界已经形成文明很久了 罗马帝国已经处于鼎盛时期了 他们只能靠着当海盗 当雇佣兵为生 罗马当时是摇摇欲坠 内部腐败 财政枯竭 北方的蛮族不断骚扰罗马本土 所以啊 罗马人就从不列颠岛上撤走了 另外提一嘴啊 当时罗马的情况跟现在的美国 那是一模一样的 罗马人走了之后 不列颠岛上就乱套了 英格兰人被苏格兰人 还有皮克特人不断的入侵 无奈之下 他们向蛮族昂萨请求帮助 昂萨当时因为常年当海盗 当雇佣兵 所以战斗力是特别强 不过他们的生产力呢 却非常的落后 还属于如毛隐穴 比较野蛮的阶段 当昂萨的祖先帮助英格兰人 打败了外敌后 他们发现 哎呦我去 这地方这么富裕啊 之后啊 他们就直接在城镇里面 烧杀掠夺 是无恶不作 当时啊 有历史记载说 几乎所有的居民 无论是教会领袖 还是牧师 还是普通人 均丧生于战火中 之后 他们就直接战山为王了 两个部落合并成为了昂格鲁萨克逊 一起统治不列颠岛 后来啊 岛上的土著就变成了他们的奴隶 公元410年 昂萨这两个部落啊 反克为主 纠战雀巢 成了不列颠岛上的主人 一直到今天 这一过程 靠的是他们不断的邀请他日耳曼民族的人 不断的加入自己的行列 不断对其他的地区进行殖民 最终实现了对整个英格兰的统治 那么从他们的起源就可以看到 殖民主义 掠夺主义 野蛮和强权是一以贯之的 那么你顺着这个主线就可以明白了 为什么他们现在依然可以心安理得的 对其他国家狂轰乱炸 为什么他们可以一边狂笑 一边对阿富汗人民犯下各种反人类的罪行 新冠疫情以来 西方哪个国家不是死伤惨重 尤其是美国 这些国家现在都陷入了一片混乱 每周都有各种抗疫示威 经济也是一落千丈 一句话 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人民都不关心 怎么可能在乎其他国家人民的死活呢 美国因为疫情死亡就超过了63万 而你连提都不敢提 当今以昂萨为主的五眼国家 放眼全世界只要发生战争动乱 都和这些国家脱不开干系 他们靠着杀人放火 掠夺的殖民手段完成了原始积累 然后开始忽悠其他国家说 是因为一人一票多党制 给你们带来了民主自由人权 当年的昂萨祖先靠殖民统治了英格兰 后来他们用同样的方式 殖民了美洲大陆 澳大利亚新西兰 这个过程非常的血腥 非常的反人类 除此之外 美国不断的对外发动战争 建国240多年的时间里面 只有16年没打过章 英国被报在这个月15号的报道说 美国现在还有13个州允许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结婚 其中北卡罗来纳州更是臭名昭著的同婚目的地 这可是2021年的新闻 在美国反对同婚的人一直在为保护未成年人进行各种各样的努力 美国反对同婚和强迫婚姻的组织说 美国现在还有47个州需要废除同婚 你敢相信这是2021年的美国吗 那个天天对外输出所谓民主的美国 他现在还有这事呢 再来看看加拿大的原住民之一 没地人 他们是当地人和昂萨所生下来的后代 你从这就能看得出来当时是多么屈辱的一段历史啊 除了用武力殖民以外 他们还在此基础至上 继续盘剥其他的国家和民族 用武力胁迫的方式让你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给他们 然后他们只需要给你几张绿色的纸片子 就可以把你的东西换走了 然后当你纸片子多了 还需要买他们的美国国债 真的是把剥削展现的淋漓尽致啊 至于袁次郎说的美国人是海盗的后代 那都是哪个年代的事了 这种话你身为一个学历史师范的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 再过50年 再过100年 是不是日本的战犯后代也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他们可以说对外入侵侵略那是哪个年代的事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是不是美国人也可以说出这种话 不承认他们之间做的所有的坏事 他们可以说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了 就把你搪塞过去了 说出这种话呀 你是真有勇气啊 不要脸的勇气啊 您这一张嘴直接拿中国的商贷 秦朝的事给真正的满足洗地 您这属于啊 暖水瓶挂脚面 你水瓶太低了 你说你好歹也是历史师范的学历 天天让我打脸 别跟我这裤裆里面拉狐气光剩下扯淡了 今天啊 雷哥让你感受一下 领略一下什么叫文化自信 得罪了 我所佩服你只有这一点 这种显得自己素质低下的东西竟然有发表的勇气 你以为献媚于外邦就可以民主自由 国安民乐 真乃幼童之见 如其不知纵观天下 美利坚所到之处是民生凋敝 生灵涂炭 如等妄念何以成真乎 如不见当今世界 美利坚风雨飘摇 内外交困 如热锅蚂蚁 美国民众因疫情暴死六十余万 生灵有道悬之急 美利坚射计雷卵之威 如等竟然视而不见 如有一点我敬佩之 如此素质卑劣 人性扭曲的东西 竟然有发表之勇气 如确有勇气 不要脸的勇气 如等生平 我素有所知 你市居北京 学无大志 手不能提 不喜科学 三部评书启蒙 只有区区历史师范之学历 于高中教书之际 是口出狂言 竟自称国民党之贵族 此等狂言令人汗言之 校方领导愿辱身造良载 好言相劝 如等竟放狂言 校称没人有资格给你讲课 如此情商 有何脸面 教书于人 如母仁义 良言劝辱重归正途 而如等黄口小儿 竟出言不逊 借当年如母高考之士 激其怒 实乃不孝也 而等不忠不义不孝之徒 有何脸面 当大雅之堂 我以为如出身军人之家庭 理应一身正气 为中华民族之复兴 添砖加瓦 没想到竟然说出如此 粗笔之语 如等道行逆师 任贼作父 如与奴言逼夕之徒 称兄道弟 与狼心狗行之辈为武 而等助逆贼 威我中华 欺名道士 罪恶深重 天理不容 如网活五十载 一生魏力寸功 只会摇唇骨舌 误导青年 助纣为虐 一条断己之拳 还敢发视频 在武面前 阴阴狂吠 断己之拳 如不满足矣 如敬其外族入侵 国破家王 成丧家断己之犬户 无忽哀哉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无痴老贼 岂不知天下之人 皆愿送辱赋眉 人痴不乱 如此断己之犬 安敢在此饶舌 我今举自甘武之大旗 兴师讨贼 你既为禅于之臣 只可浅身缩手 苟图衣食 怎敢在我面前妄称 民主自由 后手匹夫 苍然老贼 二臣贼子 三姓家奴 断己之拳 怎敢造次 如此误人子弟之徒 欺明道士之辈 你有何面目 自称中华 你有何面目 面对元氏列祖列宗 我从未见过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 如死后 如妻子我养之 如物虑也 死后 曾经 几乎你 我心轻热的 我心轻热的 我心轻热的